我的天哪,这就是来自大境界的碾压吗?那些老者一个个都已经达到了昆仑仙巅峰的地步,在徐扬阁下的面前,竟然毫无反抗之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身后年轻一代的丫头们完全傻眼了,他们真的是重新认识了一下突破生死大盗之后的徐扬。 扫清眼前这些轩辕皇族的障碍之后,徐扬便带着身后一众强者直奔仙府禁地。 殊不知,轩辕一族的太上长老已经在禁地当中等候多时了。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这场浩劫没能在最初的时候予以恶杀,最终还是演化成了牵连整个昆仑神道的劫难。 没想到,你真的成为了那个变术,打破了生死大盗的极限啊。 老者盘坐于禁地的虚空之上,这轩辕一族的仙府禁地显得十分的空旷,虽然环境倒是十分的优美,用龙坤的话说,事已养老。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就没什么好说了,要么主动交出轩辕一族的无上审物力量之源,要不然就接受我的力量审判。 是生是死,选择选择在你一个人的手中。 听到徐扬霸气的一番发言,宣言一族这个老家伙仍旧是姿态从容的悠然一笑。 你要的东西的确就在我的身上,我个年轻人听我一句劝,这个东西可不是你的力量能够驾驭的。 或者说,它就像是一个猛兽,在我的气息安抚之下陷入了沉睡。 如果你贸然在这禁地空间当中运用力量,那么这宝贝复苏过来,就算是你参悟了生死大盗的人族极限境界,或许也难以将之镇压。 徐扬对这老家伙的用意来了兴趣。 能不能镇压它是我的事情,而是否主动交出这件宝贝,却是你自己的事情。 老者冷笑一声,再不和徐扬进行言语交流,就这样挥一挥衣袖,将头顶上方这一道黑压压的乌云召唤了过来。 徐扬一动不动,身体轮廓上那淡淡的金色光芒迅速凝聚而出。 自在无极境之下,徐扬不会受到诸天万道万法的力量侵袭。 既然你喜欢玩这样的把戏,那我就陪你试一试。 老者并没有太多动作,仅是在本体当中释放出了一股强悍的气息。 可是和之前的攻击效果几乎没什么两样,徐扬自在无极之境从容地游走在一股又一股强大的功法力量覆盖之下, 几乎躲到了所有来自对方的压制性手段。 徐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看不出你这老家伙还精通一部分时间法则, 不愧是人类六脉当中最强大的台上长老。 话音一落,徐扬单手扶空,力量迅速凝聚,很快, 一只巨大的紫黑色手掌从云顶的尽头缓缓压下。 台上长老很快发现, 不管他凭借时空间法则如何抵挡着气息封锁都无际于事, 只要他再一落地, 那巨大手印便会追随他重新出现的气息紧随而来,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只大手印带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强。 你堂堂太上长老, 连正面迎接我力量的勇气都没有吗? 不觉得可笑吗? 老者自知, 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应对这一击, 果断召唤出了轩原一族的力量支援。 既然你这么感兴趣,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人灵六脉当中最强大的力量? 下一刻, 老者双手合十, 而后缓缓扩散, 胸前一股赤红色的圆形宝珠迅速浮现, 那股气息徐扬并并不陌生, 竟然是属于龙祖的气息。 要知道, 如今这个主大陆机缘当中, 已经没有了龙祖血脉的传承, 而这一股力量支援夹杂着如此浑厚的龙祖血脉, 必定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更重要的是, 徐扬立刻便捕捉到了这老者掌心之中, 人头大小的赤红色熔原结晶当中蕴含的龙祖精华, 竟然比之前徐扬得到过的任何一次龙血支援还要强大得多。 而这只可能是唯一的解释, 那便是这道龙林结晶本体巨龙, 向来也是龙祖当中最强大的存在。 眼看着这个太上活化时, 拿出了自己最强底牌, 身后四大妖圣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即便是此刻趴在小花箭头的小灰神猫, 也表现出了上蹿下跳的躁动姿态。 难怪这个家伙如此张狂, 即便在咱们老大的面前仍旧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这颗龙眼结晶当中, 蕴藏的力量真的是太惊人了。 小花这一次也忍不住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不错, 通常来讲, 巨龙一族都拥有最纯粹的龙脂血统, 它们体内的力量多为单一属性的力量, 但是这颗龙元结晶, 当中蕴含的龙脂血脉力量, 本源竟然囊括着多种元素, 这就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 就是这颗龙元结晶并非属于真正巨龙的力量, 要么就是, 这颗结晶的宿主, 应该是上古时期最强大的真龙之皇者, 那将是凌驾于所有龙族之上的龙之帝王所拥有的力量本源, 否则的话, 他也绝不可能作为轩辕皇族的力量之源, 出现在昆仑之巅。 大家多半对小花这样的猜测表示赞同, 纷纷点头。 当若真的如我们猜测的这般, 那这个太上长老或许还真的能够在咱们老大面前过上几招呢, 不过即便如此, 结局也一定不会有任何变数出现, 因为咱们老大如今已经参悟了生死大盗, 就算再强大的力量在他面前, 也绝对构不成威胁。 果然, 此刻徐阳仍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根本不急着要对老家伙出手, 脸上依旧似笑非笑, 仿佛能够拿捏一切。 如果你觉得凭借一颗龙元结晶, 就可以在我面前为所欲为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出手了。 徐阳一只手背在身后, 另一只手对着对方做了个挑衅的动作, 果不其然, 太上长老不做更多犹豫, 信心满满, 开始尝试将自己的轩辕圣法力量传承, 与眼前这道璀璨龙元结晶力量连接在一起。 殊不知, 这正是他强行吞噬龙元结晶一部分力量后, 带给自己肉身的本能反馈, 毕竟那可是龙的力量, 绝非人族的肉身能够抗衡, 要不是这老家伙也修炼了几十万年, 否则刚刚他这一个举动, 就可以让自己被这股强劲无比的力量直接融化掉, 让你感受一下这股力量有多么的霸道吧! 台上长老疯狂怒吼着, 一条又一条肆意喷吐的火蛇的火焰巨龙奔向徐阳的身体, 感受着这股力量的霸道与强横, 徐阳冷笑一声, 掌心轻轻一挥, 再次召唤出了寒拳主神器, 这一次, 徐阳单手握住剑柄, 另一只手弹出两根手指, 轻轻擦拭了这一道寒拳主神器的剑芒, 便释放出了吞吐山河一般的狂猛气势, 冰与火两种极致的力量, 在这仙浮禁地的上空轰然爆发, 两股力量扩散向周围的钢气波动, 纸巾的龙昆等人瑟瑟发抖, 赶紧记出了各自的守护攻法, 才算是勉强压制了这股力量的疯狂侵袭, 然而, 这波力量冲击刚刚结束, 徐阳手中含拳主神器再一次飞出, 要知道, 徐阳的综合实力, 远远凌驾于太上长老之上, 刚刚那一波力量冲击后, 太上长老几乎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却状态, 哼, 你难道真的打算凭借这一颗龙原结晶, 和我无休止地耗下去吗,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我似乎可以提前宣判你的死刑了, 因为在我面前, 没有任何人能够扛得起时间这两个字的消耗, 因为我如今本身就等同于永恒的代名词, 我的生命, 我的力量都是无穷无尽的, 反倒是按照我的判断, 你这一身修炼了几十万年的 钢筋铁骨, 也很难承受第二次狂暴吞噬龙岩结晶带来的后果, 那种霸道的血脉气息, 将会对你的肉身造成难以逆转的永久性伤害, 释放出来的火焰反射力量有多么恐怖, 应该不需要我再赘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